大家好,我是Margaret Dance Brush Shop的店主,Margaret 上次介紹了上身的所有細節 今天我們來介紹如何裝飾我們的上身 很多人都以為做一件超級設計 所以只需要在深水埗、淘寶買一堆閃石和豬片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裡面包含了很多很多很特別的技巧和注意細節 所以今天就特別拍這個影片告訴大家究竟要注意些什麼 好了,我先拿一條professional juju的2v版給你們看看 這條就是professional juju的BB版 你們看看這件衣服有什麼問題 來數,1,2,3,看不看得出呢? 其實這條裙子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用了這個真實的扣 這個鐵扣如果用來做雙人帽的話 一定一定被男生罵到暈倒 因為其實如果用來做雙人帽的時候 有一些金屬的東西在那件TUTU那裡 其實那些男生做某些動作 例如PREC的時候會超級介手的 而如果那些裙子用來做雙人帽的話 腰的部分一定不能有金屬或者豬片的存在 因為那些男生會很慘的 不要以為真的有金屬會有這些問題 現在我們給另一條棍看看 其實這些都不行的 因為這些是一些豬片類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會不行的 好了,再來就是介紹我平時用來貼寶石的材料 首先呢,我們做膠水和我的寶石盒 其實都是基本的設備 今天我們來就試一下貼這一件 我剛剛做的最新的裙子 首先澄清一下就是 這些全部都是我個人用時間和金錢換出的經驗 是從來都沒有人教過我的 所以如果有些什麼不對的話 請你多多包涵也不用特別指證我 因為你都知道做事習慣了是這樣就是這樣 要改變比較困難 好了,現在首先來介紹膠水 這一枝就是我在日本買的一枝裁縫膠水 我第一次買的時候買一枝小的 我覺得超級好用 所以以後所有家長小朋友問我 我是日本旅行,我想買手信的話 我一定說我要這一枝裁縫膠水 因為這一枝裁縫膠水真的超級好用 它有什麼特別一會告訴你 因為它其實有點小貴的 它大概港幣的話是七十幾元一枝 所以是挺浪費的一件事 不過如果你是自己做自己都看 七十幾元一枝其實都值得投資 所以買一枝來用一下吧 好了,第二枝就是這一枝 最常用很多很多枝的就是這一枝膠水 這一枝膠水在深水寶、淘寶都可以賣的 大概正價的話 正版是六、七十元 老翻的是三、四十元 在淘寶的可能再便宜 自己想想吧 而我用它的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它的頭是非常小的 那如果我要貼一些膠水的位置 是比較小的地方 是非常好用 就不用一枝很大坨 所以這枝真的是專用的鑽石膠水 來的 再來就是介紹我的 這個寶石盒 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盒 其實每面的東西都尚算整齊地分佈 給大家看看其實有些什麼 其實都只有寶石啊 或者一些碎的花、寶的花 有些工具 用一格一格分開 方便我做事用的 那當然有不同的石和不同的顏色 那我都是用材質來分類 好了,打開 首先要介紹這一枝就是點鑽筆 點鑽筆其實呢 就是在淘寶都可以買的 或者在深水寶都可以買的 那這枝筆的作用呢 就是把補充一點的膠水 那其實它非常便宜 好像幾元就有一枝 甚至呢 其實呢 我這一枝呢 是半枝來的 只要你刨的話 就刨到兩個頭出來 其實它原本是一枝筆 我僅僅割開一半做兩枝 一來呢 其實我放不到在盒裡 二來呢 其實呢 因為它是不會消耗的 即是它用多久都是那枝筆來的 所以呢 是不需要買那麼多 買一枝有兩枝洗 另外呢 就買了這些膠寶石 我一會兒就介紹一下 什麼叫膠寶石 和什麼叫玻璃石 膠寶石這些很輕的 其實在深水寶 如果你比較大陸買 大概五元一包 就要我一格那麼多 所以呢 你問我最便宜的裝飾品是什麼呢 一定是寶石 那當然啦 要人手貼就真的比較久了 其實店主就建議 那些學生 或者自己DIY的同學 就不用買那麼貴的石 因為價錢真的可以爭很遠 例如我一包這些彩色的膠石呢 大概五元 但是呢 用玻璃石的話呢 差不多近乎一元至兩元一粒 甚至可能更貴 它的價錢來解決於有幾大粒 越大粒就越貴 那其實呢 如果我們做衣服的話呢 我最少呢 都要六mm左右 其實上台才夠看得清楚 所以呢 除非你做好 做到很貴啦 如果不然呢 其實用這些石呢 真的 分分鐘用一百幾十元是不出奇的 那當然店主 因為很大粒很大粒 所以呢 價錢是會比你們便宜的 那現在我就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究竟他們有什麼分別 和他們要怎樣用呢 第一條就是 如果你用塑膠石的話 千萬一定不可以用這一種膠水 因為這一種膠水呢 破壞力很大 酸性好 會將那些塑膠石的底全部打爛 即是塑膠石的底 其實只是一個導銀的東西 或者導金 所以呢 後面呢 如果沒有了的話 它只是一塊透明的玻璃膠 所以呢 完全是做不到閃亮的效果的 所以如果你用這一種膠的石呢 用這個這樣的強酸玻璃就不行 你只可以用貴的膠水 因為貴的膠水呢 它不單止實質 而且酸性沒那麼強 所以你就可以保護到那些 塑膠的那個面 所以 所以貴的膠水 就要配便宜的石 那麼貴的膠水 配便宜的石 加便宜的石 配貴的膠水 其實價錢都是一樣的 反而呢 我們呢 這些貴到一元一粒左右的玻璃石呢 其實呢 就可以配這些強酸膠水 因為它是玻璃來的 而底呢 也都不是膠 底是金屬來的 所以呢 用這些強酸膠水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大量使用的話 這隻膠水又便宜 但是補石就貴 其實 Balance 取捨 其實有時都是因為 有些石需要有些顏色 或者有些石需要再閃點質量問題 看一下你怎樣取捨 其實我都計不到條數 因為好像便宜石 貴膠水 貴膠水便宜石 可能條數都覺得是差不多 好 首先呢 現在就不如就示範一下 怎樣做這個 我平常這樣做的東西呢 那需要的道具明顯 就是膠水和石 平常呢 我會把一些石放在這個蓋裡 這個是非常之有特別的用途 這個是自己一發明明 沒有問為什麼 好了 我們先教近這個鏡頭 我們因為用了玻璃石 所以我們用一些強酸膠水都沒有問題 那首先呢 要找你自己想黏的位置 那再加一些膠水 因為它的嘴很細的 所以其實呢 你很細緻的位置都可以黏到 那這些膠水呢 乾的時間大概十分鐘左右 那但是黏了就其實不容易脫掉的 那我們首先就拿一支點轉筆 或者使用這個鉗 那我今天就試用點轉筆 先來等一等 好 那些點轉筆 其實呢 在開頭的時候要拍的 那就是想捉住一粒石 然後就黏下去了 其實是很普通的程序 所以呢 做得很快 的過 你做一件上心當然是快 所以呢 當你對著頭糕糕的順 你會過會大概il貼一些平衡 兩三個小時ぃ 就長一點疫苗了 正當大家介紹一下 比如說為什麼我用這個膠蓋 所以告訴你們 有时候,有时候,那些反面,正面的石头,要逐粒拨,很麻烦 所以我就按,那些石头会自动弹起 所以就会方便很多很多很多 就不用特地逐粒反面 而做完之后,又不会整地都是 我只要用张卡片,这样铲起 然后放回自己的兜里,就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因为单手,一只手拿,一只手就做这种东西 是有少少轮轮的,所以就不用拎我了 好了,先收拾好些东西,开箱了 好了,介绍完这支点准笔之后,就介绍第二个道具,就是键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键才是比较实用 还有,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键是这样的呢? 其实,我正常人会觉得键是这样用的 你觉得是吗? 但其实,不知是我的手势问题 还是,其实它不是这样用的 没有人教过我 其实,我喜欢反转来用的 因为你反转,键得比较实一点,和容易一点 我觉得是因为接触面大一点 其实因为尖嘴键的嘴太尖了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难夹一点 不是夹不到,还是难夹一点 因为你贴这么多粒,你就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都是习惯调整个键,把接触面增加多一点来夹 那,你看看,其实你会看到我 我整天夹,我都这么随重 那,如果你要夹一百几十粒的话,真是很大的事 好了,我收拾东西了 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了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因为呢,其实都是一些小分享 有兴趣的就,给个赞 没有兴趣的就,都可以不用理我了 我都会自己开心一下 有兴趣看多些做YouTube的过程的话 有时间我会继续拍啦 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段影片 可以follow我的IG和Instagram 希望还有第三集啦,拜拜